一名台湾网红在柬埔寨遭到国际人口贩卖组织的虐待汉禁界 并公开了相关影片 但后来发现这一切都是自导自演 柬埔寨法院以损害国家形象为由 对该网红判处了两年有期徒刑 根据航空媒体的报道 台湾著名网红于12号 在柬埔寨南部西哈努克市进行了一场直播 他声称潜入了许多台湾青年遭到绑架禁界和气管摘出等 侵害到国际人口范围组织的大本营 然而正在进行直播的时候 这位网红被一群穿着军装手持枪制的人发现并捕获 这一过程在直播中被完整的记录下来 直播突然中断后 网红的家人急忙出面声称他失联并寻求帮助 而在第二天 这位网红带着满身伤痕出现在直播中 他含泪诉说自己遭受了电刑和严重的殴打 几乎是从死亡边缘死里投生 这个事件引发了广泛关注和投论 柬埔寨警方对此事迅速展开调查 然而令人震惊的是 经过两天的调查 警方发现 台湾网红被哭刑和殴打的事件 实际上是一场自导自演的骗局 网红和他的一名同伴 事先准备了军装 假强和剧本等道具 目的是为了制造一个虚假的影片来增加观看次数 在警方的新闻发布会上 带着手扣出现的他们 表达了后悔之情 但对于法律的侵判请求 未能获得批准 柬埔寨一审法院 对他们分别判处两年的有期突袭 一旦判决确定 他们将在弗安当地刑期后被驱逐出境 在台湾 这位网红的行为也并未引起通情 反而被更多的人视为国际耻辱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两年的话 柬埔寨简直是天使国家啊 如果在韩国 我们的法官肯定会百分之百释放他们的 不对罪犯进行马赛克处理 真的是一个正确的国家 突然想到了经典台词 订阅和点赞比你的生命还重要吗 虽然只看了新闻报道 但遭受折磨后艰难逃脱了 还能带着手机逃跑 这本身就让人觉得有些不太可能 如果真的是诽谤了一个国家的名誉 那确实是一个很严重的罪行 真是疯了 即使在生命危险的情况下 还能先照顾到手机拍摄 真是一个造假YouTuber 看新闻笑出来还是第一次呢 如果将服刑期间的生活 拍成YouTube影片的话 观看次数肯定会暴增吧 给你拍摄柬埔寨监狱生活Vlog的机会呢 为什么不在韩国做呢 韩国会给你上马赛克 而且因为人权问题 大部分情况下都会判无罪呢 回到本国后 可能还得再服刑 毕竟已经在国际上 损害了自己国家的形象 对于该网红的自导自演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好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